欢迎来到美厅 中年以后千万不要成为积极的废人 时光匆匆忽然之间已人到中年 知乎上有人提问 你立下的那些flag都实现了吗 底下有网友分享 自己原本计划每天跑步半小时 看书一小时 可不知不觉间 常常刷短视频刷到半夜 懊恼自己又成了一个积极的废人 所谓积极的废人 指的是在心态上非常积极向上 时常给自己设立目标 行动上却躊躇犹豫 最终成为无所作为的一类人 如果你想摆脱假装努力的困境 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妨试试这三个小方法 一 善用摘桃子理论提升内趋力 福哥曾说 从容易做的事开始 就可以做到你想做的几乎任何事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半途而废 往往是因为我们树立的目标 太高不可攀了 恰到好处的目标 就如同我们跳一跳就够得着的桃子 让我们在达成愿望的同时 既可以收获幸福感和愉悦感 又可以提升自我的内趋力 微习惯的作者斯蒂芬 盖斯以前是一个身材肥瘦 生活颓废的宅男 他对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 感到非常不满 于是他决定开始健身 起初盖斯想每天坚持锻炼30分钟 可是还没开始他就掩齐息鼓了 对他来说 一天运动30分钟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但是他又不想就此放弃 因此他决定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 第一天做完之后 他不仅感觉毫无压力 而且还可以超额完成 这让他信心倍增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一天可以坚持运动30分钟甚至更久 最终他收获了自己理想的体型 盖斯对此感到受益匪浅 于是他便将这个方法转移到读书写作等领域 日复一日盖斯发觉自己读的书是过去的十倍 写的文章是以往的四倍 就这样盖斯用一个俯卧撑 重置了自己的人生 愿你的青春不复梦想中有这样一句话 人的理想不一定始终如一 可以有阶段性的小目标 经过不断实现小目标 最终实现大理想 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 日积月累的过程 真正的高手都懂得拆解目标 他们会从触手可及的小目标出发 一步步微调持续优化不断迭代 唯有如此才能创造自我效能感 提升驱动力不断向大愿景靠近 当你学会细化目标 降低行动成本 成功定会与你不期而遇 二 运用五秒钟执行原则 克服拖延 作家刘庸曾说 再玩一球 再赌一局 再睡一分钟 听起来都是小事 那里面自我妥协的细菌 却可能侵蚀你的骨髓 使你一辈子占不止 现实生活中 拖延是大多数人的通病 我们常常因拖延而导致计划被搁置 从而产生自我怀疑 治疗拖延最好的良药 就是充分运用五秒钟执行原则 当我们树立好目标 立即行动 生活就会逐渐变得从容有序 作家梅尔 罗宾斯在中年时 工作陷入瓶颈期 她丈夫投资失败 导致两个人的婚姻也触了交 生活过得兵荒马乱 梅尔深知自己要有所改变 可奈何就是借不了拖拉 这让她每天都活得焦头烂额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她看到火箭点火发射时 播报员会先倒数五秒 然后火箭便立刻点火升空 第二天闹铃响起后 她试着应用这个原理 倒数五秒 并在数到一的时候立即起床 神奇的是 梅尔凭借这个方法 成功克服了赖床的毛病 之后 她便将这个方法 广泛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久而久之 她发现自己的时间更加充足了 工作也变得有条不紊 最重要的是 她的执行力越来越强 人也变得神采奕奕 后来 梅尔如愿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并在后来成为学校的教授 写出了三本畅销全球的著作 作家大兵说 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传奇 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们 将心意化作了行动而已 再聪明的人 如果只会夸夸其谈 不付诸行动 她也只能是一个语言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诸如 有些人之所以可以在平庸之背中脱颖而出 就在于她说做就做 坚持到底的行动力 不论何时 我们唯有迈出脚步 果断行动 才能够得偿所愿 三 学会量化思维 提高效率 昆虫学家 哲学家 数学家 刘比歇夫 从26岁起就写时间日记 他每天坚持更新 从未间断 直到去世 他的日记格式固定 简洁明了 只记录每天时间的具体规划 比如日期 地点 事件标题 翻开他的日记 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 看到某一天 他在什么地方 做了什么事情 刘比歇夫在每天睡觉前 都会回顾这一天的时间 花在了哪里 每个月底 他会做一次小节 画一些图表 查看自己的工作完成度 年终的时候 他便会根据每月小节 做一份年度总结报告 看看自己的工作制度 质量和效率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正因为 刘比歇夫每天都能够量化自己的时间 所以他总是能轻易发现自己的问题 并在分析之后立马做出调整 最终 他发表了70多部学术著作 横跨生物 科学 数学 哲学 等多个领域 李孝来曾说 想尽一切办法 真正了解自己 真正了解时间 精确感知时间 而后再想尽一切办法 使自己及自己的行为与时间合拍 行走于人世间 时间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然而 人的精力有限 不可能实时电量满格 有些人活得庸庸碌碌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及别人 而是不知道如何更好的安排时间 那些真正优秀的人 都懂得运用量化思维 提高产出率 当我们懂得量化目标和时间 计算成本 才能将时间的价值最大化 从而便能拥有更加旺盛的精力 去创造高质量的人生 作家吴小波说 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好东西 都是以无比的勤奋为前提的 要么是血 要么是汗 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青春好时光 成功从来没有捷径 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努力 和苦行僧伴的修行 凡是只有先行动起来 不懈怠 不慌张 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获得想要的人生 尝试分解目标 激发内驱力 塑造成就感 学会克服拖延 唤醒执行力 增强掌控感 懂得规划时间 提升量化力 培养归属感 余生很贵 从现在开始 用行动填满人生 不负韶华 活出一以生辉的人生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